如果劫匪找错了对象会有怎样的后果 解决完这一切后便朝着车上的男人走去 没想到警局的队长萧恩也是怪物 两人正商量着如何除掉格林家族的马力 由于女人昨天晚上已经暴露了怪物的身份 于是萧恩决定雇用人类杀手前去刺杀 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一对情侣闯入了富丽堂皇的无人别墅 里面香槟美食应有尽有 他们纠战却朝换上碗礼服和西装 幻想着自己是别墅的主人 两人举杯畅饮美酒相互质疑 酒足饭饱之后一路追逐打纳来到二楼 正准备在主人床上睡个美觉 然而这是一台诡异的越野车朝着别墅开来 听到声响的两人意识到是屋主 便急匆匆地穿戴好衣服 小美率先从楼上跳了下去 尾翼的一幕令小美惊慌是错 她拼命朝着汽车跑去 神秘的黑影紧随其后 好在小美及时钻入车内并启动了汽车 男友却被抓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 不知所措的她只好来到警局爆满 她承认了两人为了找乐子私闯的民宅 并让尼克想办法救救她的男影 尼克两人带上小美立马赶往事发现场 此时已经有警车率先抵达了这里 原来屋主发现有人私闯民宅后也爆满 不仅美食美酒被一扫而空 而且还发现床上有滚床单的迹象 此时尼克却注意到窗户边的三条抓痕 接下来所有警员辗转来到一楼调查 展柜内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艺术品 类似熊爪的艺术品却引起了尼克的注意 没有头绪的尼克只好来到医院寻求布妈玛丽帮助 玛丽说格林家族的成员以追捕怪物为使命 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怪物出现 上次刺杀她的女人正是格林猎人 然而此时玛丽的身体突然出现不适 尼克准备起身去叫医生查看 姑妈却适宜让她把话说完 她说格林家族的秘密绝对不能让怪物置信 尤其是她留给尼克的那台房车 突然姑妈的呼吸变得急促 医生只好让尼克等到病情好转再来探索 尼克与大黑再次赶往别墅寻找线索 就在途径林间小道的时候 却遭遇三个熊孩子炫技拦路 随后他们便一前一后来到别墅外 下车的两人便立马掏出照片询问几人 就在这时别墅的主人朝他们走来 原来熊孩子都是他们的儿子 但他们都表示从未见过照片上的人 尼克突然注意到他们的儿子露出了怪物的罪眼 诡异的一幕让尼克警惕地咽了咽口水 不想打草惊蛇的尼克只好先行离开 准备上车时却被别墅前奇异的图同立住吸引 刚进屋的男主人貌似也察觉到了尼克的异样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 三个熊孩子扛着一具尸体来到森林身处 另一边的尼克待在房车内描画图腾 本待在医院的玛丽却毫无征兆地走进了房车 玛丽看着尼克画的图腾说太阳下山后颜色会更明 面对尼克的猛逼他并没有给出答案 而是走向对面打开了柜门 然后取出匕首静止来到尼克的身边 尼克猛地从睡梦中惊醒 紧接着他便疑惑地走进了房车打开了布里门 他在柜子里一番打亮之后 最终在柜子里面找到了一只熊爪 这也让他不由自主回想起昨天别墅发生的事情 他立马带着一问和熊爪来到了狼叔家 而狼叔这本全能百科书并没有让他失望 他称这是人熊的挖心工具 通常会在进行洛哈兹仪式的时候使 洛哈兹仪式是询为一种暴力的成人礼 成人礼当天他们便会用工具挖出猎物的内港 听到这里尼克便慌张地离去了 他来到医院画出怪物的肖像给姑妈玛丽卡 玛丽一眼就认出是人熊 如果要救人就必须赶在日落之前 就当准备出发前去救人的时候 上次萧恩谎称不能对警员的家属搞特殊对待 并且要撤出医院保护玛丽的警力 实则她是要让杀手接近玛丽完成刺杀 尼克无奈只好叫来狼叔暂时保护玛丽 交代好一切后便匆匆离去 然而这时小美气势汹汹地跑到熊妈面前 并拿枪威胁熊妈告诉她男友的下午 很快尼克与大黑便来到别墅外 尼克也摊拍不装了 并告诫他们停止这种血腥残暴的一事 不想伤害无辜的熊爸转头质问熊妈 熊妈却不以为然地转身朝着屋内走去 面对尼克苦苦地逼问 熊爸突然想起一个地方 他便带着尼克来到了一处洞穴内 来晚一步地他们只看到地上留下的衣物 此刻熊孩子们正在与两人上演追逐游戏 面对张牙舞爪的狗熊 狼狈的两人只能拼命逃跑 此刻两人巴布地长出九条腿 很快两人便被熊人追得无路可逃 好在尼克及时赶到救了两人 只见他抬脚便将熊大踢飞 转身又将熊二撂倒 紧接着便朝天空开枪射击 然后再将枪口对准了拿着熊找的熊三 见状熊爸立马向前劝鼓熊孩子们不要冲动 没想到熊妈竟死在自己孩子们的陷阱里 最终熊孩子们以杀人未遂的罪名被击捕 与此同时 医院里的狼叔走到玛丽身旁一通抱怨 因为格林加杀了他的祖父 还砍下了他的头和手脚 此刻他真想杀了玛丽为祖父报仇 就在这时一个鬼鬼祟祟祟的人从身后走 见状狼叔便立马跟了上去 刚进去就被杀手偷袭挨了一击重拳 两人凶神恶煞对他一顿雨点般的拳打脚踢 一个完美恶狗哭时落地 整个脸蛋和那水泥的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直瓜德的皮开肉战 受到骑齿大辱的狼叔终于爆发 他将男人高高举起摔在地上 另一杀手慌张地从腰间掏出武器 就在狼叔打斗时 神秘杀手掏出短刀进入了玛丽的病房 拉上帘子后便开始下手 突然玛丽猛地睁眼奋起反抗 没想到生死相搏的交战中却完成了反杀 当尼克赶到时却也成了两人最后的见面 尼克与女友来到姑妈的坟前悼念 眼中垂肋的他下定了与怪物对抗的决心 然而他们却没有注意到 暗处正有一双怪物的眼睛注视着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